欢迎大家来三家名誉创发布会 实验这几年也算是风生水起啊 实验父子真是惊讶 当时离开实验少了个大包分 这个发布会的形式啊 一看就是年轻人的主意 小月 你不舒服吗 没事 你要是不舒服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不太习惯这种场面 觉得有点闷 实验我看了我有点怕 别紧张 她看的是我 她还挺自信的 她不要紧张 她和小银颀 我 disp настоящ的 江湯 肯定了 recurs 作为雷词 你忽略 给我的 给我的 对 им 技术公司风险不小呀 这一旦成功啊 回报是很高的 时间经得很 用引荐技术专家的方式 以最少资金 获得更多的股份 这名誉的再淘太子爷 有点东西啊 后生可畏啊 初一姐 我有点闷 我能出去透透气吗 来 莉莉你去 你走太远 发布会内容已过半 给大家一些时间 吸收消化一下 我们上半场的干货 也尝尝我们为大家 准备的茶点 更多内容 我们下半场见 谢谢 谢谢 她在台上还是很有魅力的 石总 你好 王总 你是财经界的记者吗 您是 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 我以前也在财经界实习过 这么巧 那时候 专题组的组长叫唐义 您认识吧 他现在是我主编 那更巧了 我叫贺博明 你呢 我叫郑舒逸 那我们加个微信 日后可以多多交流 可以啊 你扫我吧 我扫你 郑舒逸 郑舒逸 郑记者 麻烦过来一下 他叫你过去 原来你们认识啊 实验他真错了 他算了 石总 找我什么事 你找我什么事啊 旁边那个女记者呢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女记者 去哪儿了 叫我过来 是为了打听秦深月 他刚才真的在看秦深月 你找他 他刚出去了 需要我帮你联系他吗 嗯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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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这么快就要找我回去吗 喂 晓月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的大厅呢 我没走远 是要我回去吗 你身体不舒服 已经回家了 我没走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这么麻烦 不用回来了 舒医姐 你说什么呢 身体要紧 你好好休息 那我挂了啊 我 我 石总 他已经走了 去哪儿了 你管他呢 他身体不舒服 回家了 他哪儿不舒服 关你什么事啊 他有总裁恐惧症 什么 就是看到你这种大人物 他就会喘不上气 凶闷气短 我就不一样了 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 欣喜若狂 心高采练 石总 下半场开始了 好 难道我拿的是 后悔女配的剧本 这是什么 要是去哪儿 你第一个人 行啊 我只能帮你 是你 这次你 啊 谢谢啊 绝对的机油股啊 这拨横竖你都不亏 前提是这只股票我买的的 欢迎回来 下半场我会为大家介绍几位 云创重要的伙伴和朋友 接下来我会宣布一个对云创而言 至关重要且意义非凡的消息 官室资本将正式注资名誉云创 成为名誉云创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 下面我们有请官室资本的战略顾问 育游上台 跟大家一起展望云创与官室的未来 感谢师傅 官室失智不移地致力于创新 狠然参与捷 未来官室也将与云创一起 持续专注 技术创新联系 在新经济的力量之下 原有的金融模式和旧的利益格局 将被逐渐打破 很多企业在探索创新模式的时候 容易思维僵化 跳不出自己的企业和行业来看的问题 是他 很荣幸能够加入到官室 见证官室的货币发展 还看 还看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感谢大家到来 希望名誉云创与官室资本携手 共同攀登续写新的篇章 我宣布 本次发布会到此结束 施总 请您发表一下对此发布会的看法 施总 您觉得对严创未来的 什么都叫是什么呢 舒医姐 我有事先走了 那个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本次发布会 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 各位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结束了 刚结束 书彧姐 我想问问 刚才在台上发言的那个人是谁呀 当然是石燕啊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为什么无论男女 眼里都只有我小舅舅 难道只有我看见另外一个 又帅又儒雅的发言者吗 秦世悦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没 没哪儿不舒服啊 第一次发布会你就偷懒博鱼 秦世悦 你是不是披养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现在撒开吗 我知道错了 行吗 我看你是想直接来我这儿报到 是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一定好好上班 嫁也不摸雨了 谢教授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 好不好 这么多人呢 是因为你居然光天化日下 和我带女人 你还要不要脸了你 就这么等不及吗 你要是不想我顺顺 在我领导那边曝光 就赶快放我走 我还有一点事先走了 下周请你吃饭 把采访安排上 看你把人吓了 看你就跑了 他跟你说什么 因为我采访和吃饭 不然就这么深地让我走了 郑书役啊 郑书役 这你稿子写得再好 还是被实习生笔下去 是